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长在石壁上面的神奇植物 据说它是古代神仙遗落在房间的仙桃 所以人们叫它石仙桃 在这里发现了一株野生的石仙桃 野生的石仙桃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属于异威植物 那么它的价值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石仙桃在民间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 它可以观赏 可以煲汤 还可以泡茶 应用非常广泛 石仙桃是兰科石仙桃鼠的一种长绿的复生草本植物 通常复生在石壁上面或者老树干上面 有些地方叫它石橄榄、石山莲、果山叶等等 它的叶子通常有两枚 叶变成稻软状植圆形 背有很多树的条纹 叶子两面都是光滑没有毛的 在它叶子下面就是它的甲铃茎了 呈软状长圆形 从断面来看通体晶莹剔透 里面是柚子的富含水分 远远看去非常的有识别特征 再来看这些就是它的硕果了 成稻轮状植圆形 丹果有六条冷 长得非常的奇特 关于石仙桃 它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不管是什么风还是什么湿的 对它来说都是小问题 而现在由于过度的采挖 导致野生的石仙桃数量急剧下降 现在它已经是异威植物了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特别需要 不要去采挖它哦 那么关于石仙桃的价值 您还知道哪些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关注小满 带你了解更多有趣的植物